2006年圣诞节,神域艺术团在纽约百老会一鸣惊人,随后踏上了全球巡回演出之旅。 纯善纯美的艺术和对传统文化精华的演绎与弘扬,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神域演出从2007年的20万现场观众,爆炸时增长到2009年的预计80万现场观众。 中国古典舞,中西河壁的交响乐团,手工制作的精美服饰道具,突破舞台时空局限逼真的三维天幕设计, 以及演出中所展现的忠孝结义的精神,天国世界的辉煌壮丽,人生的目的与归宿, 对信仰的坚真守护等感动了无数不同族裔的观众。 上至总统、国会议员、金融巨子跨国公司的创始人、艺术界的泰斗、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等等最顶尖、最主流的人士都对神韵的演出不吝一美之词。 在世界最大的都市、最顶级的舞台,神韵演出光滑夺目,许多场次一票难求。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剧场甚至出售战票,以满足观众欣赏神韵演出的热望。 面对神韵所引领的这种正统文化的复兴,中共赖以生存的党文化基础可以说是土崩瓦解。 中共一方面它知道,如果它像对待诋毁法轮功那样去诋毁神韵的话,只能激起人们更多的好奇心。 但是如果它保持像对待九平共产党那样的态度,沉默是金,不支声的话,那么它同样无法阻止神韵的广泛传播。 面对着神韵巡回演出造成的轰动效应,进退失去的中共决定私下里减少神韵的观众群,特别是各国的主流社会的人们。 于是中共各驻外使馆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以政治压力和经济利用双重的手段,来胁迫各国政要、议员、赞助商或是艺术界的名流们,不要出席观看神韵的晚会。 中共驻德国法兰克福斯的那个领事馆,以那个所谓外交公喊的那种形式吧,给所有的那些外国领事馆发了信。 在信里面就是诽谤神韵艺术团,诽谤法轮功。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瑞典的林水平城市,中共驻瑞典领事馆的人都分别打电话。 打造那个斯德哥尔摩的副使长,因为副使长他是抓文化的,所以他们找他,也是说了一些就是对那个神韵同法轮功诽谤的话。 瑞典的一个官员就给当场这个电话里面,对那个中共领事馆的人说,说这里是瑞典,瑞典是很重视那个言论自由的,而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范畴,所以 我们不能禁止人的演出,因为当时中共要求他们要停止他们在瑞典的演出。 不只是在欧洲各国,中共使馆还在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国尝试破坏演出的正常进行,或是直接威胁观众不要去看晚会。 在北美的一些城市和地区,中共通过在海外的特务机构,在纽约、华府等地的华人乔社,以及大学生学生会组织,海外华人联谊会中散布恐吓的言论,来威胁海外华人不要去看神韵。 我们当时呢,跟这个歌剧院几乎已经达到了要签约的时候,突然一下被取消,那我们后来了解到实际上背后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共在后面施加压力。 那为了这个问题呢,当时就是说是丹麦的好几个媒体发表了报道,那么最引人注目的呢,就是丹麦的国家电视一台,也就是丹麦最大的电视台。 他们呢,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采访了80多位丹麦的各界人士吧,最后呢,在黄金时代呢,就是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曝光出来了。 他当时的这个报道的题目的就是说,歌剧院遭受到中共的压力。 2007年底,美国纽约州议员迈克尔·本杰明、佛罗里达·劳德代保市市长吉姆·诺格尔,还有加州城县县政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诺比,都收到过中共领事馆的信, 胁迫他们不要观看神韵的演出。 但是这些美国的民选官员们都公开了中共的骚扰信,并给予了正式的回应。 呈现县政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诺比在洛杉矶时报公开反击中领馆的施压,他说,你们的要求对我是一个侮辱,我当然不会答应。 跟诺比一样,本杰明和诺格尔也断然拒绝了中领馆的无理要求。 那么本杰明议员将中领馆的信件公开,并对中共表示了谴责。 他说,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 诺格尔则照例给晚会发来了褒奖并表示,要尽量的多看晚会的节目。 昨年度, 사립대학교인 경희대학교 평화의 전당에서 계약을 하기로 공연 계약을 체결한 적이 있었습니다. 계약 내용에 따라 모든 공연 준비를 진행하고 있을 때, 갑자기 경희대학교 측은 공연 주최 측에 공연 계약을 취소한다는 통보를 해왔습니다. 사실을 확인한 결과, 중국 대사관의 압력 때문이라는 사실을 알았습니다. 중국 대사관 직원들은 학교에 찾아와서, 만약 공연을 계속하게 된다면, 경희대학교 학생들의 중국행 비자를 내주지 않겠다고 협박을 했다고 합니다. 그래서 우리는 법원에 소송을 제기했고, 그 가처분 소송에서 우리가 승소함으로써 공연을 무사히 마칠 수가 있었습니다. 그리고 대구의 경우는 공립 공연장이기 때문에 중국 대사관 직원들이 대구 시청에 찾아와 또 많은 압력을 가했습니다. 그러나 시청 직원들은 중국 대사관 직원들이 압력이 부당하다는 사실을 깨닫고 이를 거절했습니다. 그래서 대구에서도 무사히 공연을 치를 수가 있었습니다. 한국 국민들은 중국 대사관 측의 방해 행위가 부당하다는 사실을 잘 인식하고 있기 때문에, 앞으로는 어떠한 감원 이설로 압력을 가한다 하더라도 그들의 압력에 굴복하지는 않으리라고 확신합니다. 역시나任何一个强权对正的信仰的镇压,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迫害者的种种恶行,无论当时如何甚嚣尘上, 最后人算不如天算, 无边佛法可将一切邪恶暴行转成弘扬正信的助援, 并成就正信者的辉煌, 这样的结果绝非行恶者的本愿, 而他们也只能在垂死挣扎中走向没落和解体, 并因种恶因而结恶果, 因恶行而遭恶报。 中共不能理解的是, 恰恰法轮功学员对世间的金钱, 权力和享乐的看淡, 才让他的暴力和谎言失去了着力点。 在法轮功遭受迫害十年后的今天, 镇压者可能没有想到, 这个平和的信仰团体不但没有被压垮, 正相反,磨难成就了他所有的辉煌。 好,世事关心,感谢您的收看。